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反过来对声波的传播就有较大的影响 对于海水中的声速 生产介谋的一个重要的参数 在生产介谋中 声速是必须已知的一个物理量 当然 生产介谋除了声速模型以外 还包括了以下几个模型 声速 那么就是声波的传播速度 是声传播的基本物理量 对于流体介质 声波为弹性众波 声速可用下式来表示 Law是介质的密度 BetaS是介质的压缩系数 从这个式子里头 倘若我们测得了声速 以及介质的密度 反过来 我们还可以获得介质的压缩系数 对于声速 它是温度 淫度 压力的函数 而且随着温度 淫度 压力的增大 声速是增大的 声速经验公式是从大量的海上实验测量中 总结得到的 我们实际工程中 也会经常根据经验公式 测量经验公式里头的变量 计算得到声速 这里头要注意的一点就是 由于经验公式 它是从实验数据模拟得到的 因此它有一定的适用的范围 以及各变量它的单位 物的公式 那么它就是温延深的函数 对于这里头的压力P 它的单位是标准大气压 标准大气压 我们通常也可以用 深度来代替 海洋中 它的声速是空间坐标的航数 同时也是时间的航数 当我们研究的 深船波的这个尺度 并不是太大的情况下 声速随着时间的变化 可以忽略 同时 在一定的尺度范围内 声速在水平方向的变化 亦可进行忽略 忽略之后 对生产介谋 得到很大的减化 将声速C 写成为CZ的形式 这个时候海水介质 深速 那么只跟深度有关 深速对 周标变量的导数 我们把它称之为 深速梯度 由于水平方向的变化率 跟渠值方向的变化率相比 一般情况下 总要小得多 所以我们通常情况下 当我们忽略了 深速的水平变化 这个时候 深速梯度 就是深度Z的函数 同时 深速梯度 也是温度 盈度 和压力的函数 一般情况下 介质的温度 每变化 一摄氏度 深速变化 约4米每秒 淫度 每变化 千分之一 深速变化 约1米每秒 而对于压力变化 一标准大气压 深速变化 大约0.2米每秒 一标准大气压 相当于10米的水深 所以 比较它们三者 压力对深速的影响 是最小的 盈度 对深速的影响 也是较大的 但是 实际的海水介质 盈度的变化范围 是很小的 因此 从这里头来看 影响深速变化的 主要还是 介质的温度 这也就是为什么 在实际工程中 我们可以通过测量 介质的温度 来计算得到 介质的深速 图中 给出了 测量介质温度的 一个设备 也就是XBT 它就是测量 介质的温度 来计算得到 介质的深速 同时也有直接测量 介质深速的仪器 深速泡面仪 通常说成SVP 或者是温延伸测量仪 也就是常用的CTD 这个图 给出的是 2001年海上实验 测量的 介质的温度 随着深度 和水平距离的一个变化 从这个图 我们可以发现 相同的深度上 介质的温度 是不相同的 同一个水平位置 不同的深度 介质的温度 也是不相同的 一般情况下 海面的介质的温度 会比 海底处的介质的温度 要高一些 这个图 给出的是 2002年海上实验 测量的温度数据 以及计算得到的 深速数据 这个数据 是同一个水平位置 不同的时间 介质的 深速的一个变化 从前面两条曲线 我们可以发现 深速 它的变化规律 和介质的温度 的变化规律 非常相似 这也说明了 介质的温度 对深速 影响是巨大的 此图就是 深速泡面移 在实际海上实验中 的使用方法 海水中 深速的基本结构 我们以 典型深海 深速泡面为例 如图所示 从这个 深速泡面 我们来看 它分为 表面层 季节月变层 主月变层 和深海等温层 实际上 虽然说 深速 我们把它分成了 四层 但是温度 只有三层结构 因为 深海等温层 和表面层 都属于 等温层 而且 从这个 深速泡面 我们还可以 发现一个特点 它有一个 深速 极小值 极小值 所在的深度 我们把它称之为 深道轴 为什么这么称呼呢 实际上 当我们学了 色线理论之后 我们会发现 当深温在 深道轴附近的时候 总会有一部分的能量 始终是围绕了 这个深道轴 上下 反转 往前传播的 因为温度 对深速的影响 是巨大的 所以 为了要了解 介质的深速结构 实际上 我们只要去了解 介质的温度 它的一个变化规律 图中给出了 温度是月份的 一个变化 显然 在夏季 温度 海面的温度 比海底附近的 介质的温度 要来得高 容易形成 温月层 在冬季 介质 容易形成 等温层的一个结构 当介质的温度 为 恒定的情况下 这个时候 介质的深速 随着深度的增大 仍然是增大的 但是增大的速度 由于只受压力的影响 而增大 速度是慢的 温度 它的日变化 如图所示 显然 在下午 介质 容易形成 温月层 而在晚上 介质 容易形成 等温层 而等温层 就有 弱的 正体度 声速分布 这也就是 为什么 声波 在早晨的时候 它的传播距离 会比下午远 开阔海域 温度方面 如图所示 高纬度地区 太阳光照射 不那么强烈 所以容易形成 等温层 中纬度地区 夏季 能够形成 很强的温月层 对于前海 由于海水介质 相对较浅 介质的温度 受季节的影响 较大 在夏季 那么容易形成 温月层 在冬季 容易形成 等温层 以上是海水中 声速的一个变化结构 那么 纵光各种声速变化 我们可以把声速 进行分分类 第一类是 深海声道 声速分布 声速抛面 如图所示 它的特点是 存在一个声速极小值 前面已经讲过 声速极小值所在的深度 那么就是声道轴 左右两个图 C看它是有区别的 左图 海底处的声速 是高于海面的 右图正好相反 这个时候 这两种声速分布 对声波的传播 它的影响是不一样的 第二种声速分布 表面声道的声速分布 表面声道 实际上也就是混合成声道 也就是 温度恒定的 这样的水层 所形成的这个声道 它的特点是 声速存在一个极大值 在这个极大值以上 那么都是 属于表面声道 由于它是由于压力的增大 形成了这种弱的正梯度 声速分布 第三种声道 反声道声速分布 由于海面 受太阳的强烈造势 温度升高 随着介质的 声度的增大 温度逐渐降低 声速逐渐的减小 对这种声速分布 圣经声学理论告诉我们 声波都是往海底方向传播 这个时候 实际上海底 反射损失 对声波有很强的影响 不利声波的远距离传播 因此的话 把它称之为 反声道声速分布 而前面的两种声速分布 都是有利于声波的 远距离传播的 最后一种 声速分布 前海常见声速分布 前海受积极的影响 介质的声速变化 很明显 那么 由于海水介质 相对较浅 区别于仿声道声速分布 海底的声访设 对介质中的声场 是有贡献的 因此 我们当独的把它列出来 作为一种声速分布 以上 我们介绍了声速 影响声速它的因素 声速 它的季节变化 日变化 纬度变化等等 以及 声速经验公式 通过经验公式 我们可以知道 实际工程中 若我们要获取 介质的声速 实际上 我们未必 只能依靠 声速方面移 来测量介质的声速 我们也可以用 温度传感器 先测量获得 介质的温度 然后根据经验公式 计算得到介质的声速 以及 海水中 声速它的基本结构 和对应的 有典型的 分布结构的 这样的声速类型 谢谢